我们这边应该是四年了 我们差不多是04年年底吧 当时本身自己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的话有大量的一些自己听过的一些东西 所以不想把自己听过的东西给浪费掉 就拿出来的 因为我这边时间长了 包括因为这边是上音 有很多的一些EP 有朋友们来刚刚录学 然后再毕业 然后再可能在工作或者怎么样的 因为其实这边有很多人 他们从小就开始在这边 买东西 可能是最早可能只是一个学情的 到后面可能到了一些专业级别的一些人物 因为现在的听音乐的这个渠道 或者载体多了 这并不是一个所有人的钢区 但是但是你到了一个生活品质情况 你可能就会有需要到那边去穷 卡拉斯玛当时就是因为想到比较经典嘛 Classic嘛 因为当时我们想的名字就是 每天变成一个精简的一家店 其实我当时想到这家店可以一直开下去的 感谢观看